因為就是疫情 我們有建議主辦單位取消這一次比賽 因為可能取消了以後會做成他們主辦單位的一些損失 所以可能沒有查那網的意見 就繼續比賽這一場活動 重點是很多球友去打球都不戴口罩 如果他們戴口罩的話 會讓疫情比較不會那麼嚴重的擴散 我們會不去比賽的原因是會擔心這個疫情破口 因為這個來自四面八方 全省熱地的球友 誰知道你經常接觸到什麼人 或有什麼樣的身體狀況 大家都不能夠去拿捏 因為這個對主辦單位也是一個不小的損失 如果政府能夠伸出援手 幫主辦單位去爭取一些補助的喊嚣 來減少補助單位的損失 我相信這個也是對一些民眾的一些好處 當然是政府只是 對球管這一類的管控沒有宣導的很厚實 很厚實 然後球管如果大家都能夠有危機意識的話 比較不會有防疫的破口發生能力 必須要要求落實量體溫 戴口罩以及洗手個人衛生習慣的這些紀錄 那包含就是在人數方面的限制呢 可能在同一個室內場域的部分 那必須小於100人 那室外的部分是500人 那第三個呢 就是有關於在現場的一些宣導相關的一些標語或者是海報 那必須要提醒 目前呢是我們新冠肺炎的一個流行期間 那人與人之間必須要保持 室內1公尺 室外1.5公尺的這個安全距離 那這也是我們目前高公司政府 在積極推動的所謂的心理貿運動 適度的距離能夠保持這個新冠肺炎 傳染風險的管控